着其乡古风国小在福伦社等多方资源溢柱下 从去年开始陆续展开了图书式环境改善作业 同时也获得台湾两家知名家具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作 历经六个多月工程终于完工了 校方30号校举行的落成启用仪式 全体师生贯分感谢各界的帮忙 让学校可以打造更舒适的图书环境 明亮的空间大小高度适合的书柜 学生在期间翻书阅读 沉浸在书海里 重新翻修过后的古风国小图书室 现在已经是学生们最爱的去处 因为这个感觉它很老旧 然后就不想来这边上课 现在就蛮喜欢这个环境的 装潢变得不一样 然后有很多新的书 你喜欢阅读什么类型的书 我喜欢阅读科学类型的书 那有一些社会的伤心人士 帮我们把我们的图书馆重新盖 你觉得喜欢吗 喜欢 会不会以后会常用的 会 像他们一样长大之后 也去帮助更多的人 盖一种新的图书馆 卓西湘古风国小 在台北领口福伦社及欧德系统家具 以及微城设计公司的协助下 从去年开始展开整顿学校图书室 设施设备与环境 今年年初定案后 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全面翻修完成 今天校方特别邀请捐助单位 共同主持落成启用仪式 阅读就是通往智慧宝库 跟学习别人经验的一个捷径 但是我们要怎么养成 让孩子喜欢阅读 养成一个终身习惯 就是要有很好的环境 所以这次我也特别感谢 林口福伦社 然后还有台湾欧德集团 德不孤必有零 福伦社的全台推动 100个幸福图书室计划 不仅获得各企业公司的热烈回响 尤其这一次协助单位首长 彼此都是国小同窗 在工程名就后 仍不忘回馈社会 三人携手合作做公益 促成协助股份国小 老旧图书室翻修 现在图书室改头换面 每一个人都很满意 那这次林口福伦社 里面就有好几位是我们董事长 国小国中的同学 那也因为这个机缘呢 就一起来古风国小 花莲这边来做这个公益活动 那非常开心 那我刚好也是董事长 大专高中的同学 所以同学一挂这样子 这样子特别亲切 那大家一起来吸手做公益 所以说我们也是感到很高兴 就是我们小学时候同学 长大之后还能够一起做公益 而且又是一个优良的企业 跟优质的一个社团 大家一起合作来做公益 我们让这些偏乡的小朋友 然后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一个阅读的一个环境 那也是我们两个同学 本身的一个一个 本身的一个情谊 对合作 简单的落成启用典礼 古风国小成为了福伦社全台 第42个幸福图书室 校长吕国良 以及全体师生都万分感谢 来自各界的协助 吕国良说 未来图书室也将会更多元化的 来推动阅读译文活动 让阅读的幸福感 传遍每一个角落 记者是预览 佐西采访报道